今天我要表演那个魔术 看好啊 会发光的电视片 好啊 嗨 我是个人 事情是这样的 上个星期呢 Philips就送了一台很有gimic的智能电视机 过来我们的office 就是这一台了 65寸的Philips OLED 706 65寸真的是很大一下 你看 这么大 这么大 它最大的卖点不是curve screen bucket screen这些 不是 是有一个叫做 环境光ambient light的功能 这个东西我跟你讲 很赢的 如果我是没有记错的话 今年Philips就已经在4月份的时候 把所有有环境光的新款 Philips MB light系列的电视机 带进来马来西亚了啦 那除了我身后这个 Philips OLED 706之外 7906系列啊 8516系列啊 还有Mini LED 9506 通通都有这个MB light功能 而Mini LED就比较特别啦 Instead of 3 边 它4 边 都有MB light 那这个MB light有什么用呢 快就完事 它是可以配合 我现在看着的电视内容 然后自动出相对应的颜色 而且它是从电视机面面 发射出来 打在墙面上面 比如说我现在开Lubbit小心 OK 它的色调啊 是青色 看到吗 看到吗 后面直接变青色了 然后这边是蓝色 OK 你看它下面 橙色 黄色 而且哦 它是有跟上内容的速度的 它一下子变 它就一下子马上换了 它不是 它没有delay的哦 这样我们换一个画面 OK 比如我现在换成 TVB的seat 它后面也是同样跟着的那个feel 留一草 它就放青色 蓝色 就变蓝色 好合赛的耶 它的出现的就是为了达到一种最佳的观景气氛 让你有一种无时无刻 身立其景的feel 那天我拿来看Alice in Wonderland 我差点因为自己是Alice team 诶 不能吗 我不喜欢吗 你礼貌吗 OK 其实除了影之外 这个环境光也是有科学依据的 来一个不专业的科普一下 视觉哦 其实是一种极其复杂的东西 人所感受到的外界信息 80%都是来自于视觉 暗和亮的影响哦 其实可以让你造成一种错觉 让你觉得有一个东西是突出 或者是凹进去 所以这个相同颜色也是一样 它会让你觉得 一个65寸的电视 因为有颜色光的这个辅助 让它看起来比65寸更大更宽 so这个Ambient Light 其实它是有好几种模式的 你可以自己选的 刚才讲的是自动跟画面改变的 就是叫做Follow Video 第二个就是Follow Audio 跟着音乐改变 看到吗 这个灯有Beat的啊 Pink Flag This that pink random This that pink random This that pink random Get them get them get them get them 第三个Launch Light 就是单色你自己选 第四个就比较特别啦 叫做Follow Flag 现在不卡吗 当你在看世界杯的时候 它可以跟着 对应的国旗颜色来分拍 比如今天你是支持西班牙的 你选它的国旗 就会出现同款颜色 OK 接下来我找你们要问我东西 为什么 我需要一台会变色的电视机 普通的不能呗 为什么我需要 普通的难 但是其实我想跟你讲 环境光也是很重要一下的 尤其是对我时常拍视频来讲 是更重要 因为有不同的颜色和呈现方式 可以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冷蓝色是一种清爽感 热红色给一种紧张感 双色撞色有一种未来感等等 放在平时如果是看电影的情况下来讲 观感上面就会大幅度提升了 讲完这些眉毛 感觉我今天是陈老鼠 把我披眼镜上去 披肚蛋 OK 讲完大卖点 现在轮到屏幕了 我身后这台Philips OLED 706 它是一台65寸 OLED显示屏的电视机 那OLED有什么好处 我跟你讲 就是黑色的地方 够黑 颜色的地方 够鲜艳 还有 contrast 很高 尤其是用来看一些 比较多黑暗画面的电影 就能够感受得出来 它同时候也配备了 HR10 Plus以及 Dopi Vision技术 更厉害的应该就是 P5 AI智能画面引擎 简单能跟大家讲一下 P5 AI智能画面引擎 主要是会自动侦测 并进一步提升画面的 还原度 细腻度 颜色准度 对比度 还有流畅度 可以有OLED屏给大家更好的享受 而且还是拿到这个 德国2Flighten认真 护眼模式 低烂观功能 减少荧幕闪烁 就你尝鲜看 你也不会不舒服 接下来要讲的这部分 如果你是喜欢打GAME的 你们一定要听 它 支持NVIDIA G-SYN 还有AMD FreeSYN Premium 而且更支持HDMI 2.1 以及最高120Hz的屏幕刷新率 所以 等什么 你的PS5 你的Nintendo 你的Xbox 全部都 通过Whatside出来 最影响的部分呢 就直接demo就最实际了 是不是不错咧 它音质是OK的 可能因为是有支持Dolby Atmos的关系 看系的那个音效会更加爽 加上哦还有内建这个 Mimi Sound Personalization功能 就是你刚买回来的时候 会先做一些小测试 它就会自动根据你的个人的听力 敏感度 听觉频率等等 自我调整一个最适合你的输出音质和音量 特别推荐给听力交叉或者是耳道比较敏感的用户啦 所以说呢 魔鬼都是出现在细节上面的 这个功能真的是有surprise到我一下 因为哦 它是跟一个德国波林叫做 Mimi Hearing Technologies的公司合作研发的 而Philips就是第一家引入这个技术的电视品牌 顺带提一提它也支持DTS Play5功能 也就是可以连接支持DTS Play5的智能音响 实现环绕音效 哦对其实它是一台Android TV 你看这边可以看到很多App Store 你看有Netflix啊 Prime Video啊 YouTube啊 Apple TV啊 这些其实都是在买来的时候就已经安装好好的 然后我们按进去App里面 其实还有更多更多 甚至哦 它还有Google Play Store 这边是可以导入你想要的比如爱奇艺这一些 最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个Google Assistant Play YouTube 我这么烂的英语发音都听到了 好啦现在来总结一下我试用了三天 这个Philips OLED 706之后的感想 因为哦我从来不知道原来电视机是需要有光的哦 哦这个光哦又的的确确真的是帮助到我在看电影上面的那个感情的那个浮动 还要认真讲一下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有光哦 是蛮distract的 因为我看Sewgis我需要一个光一直在那边闪来闪去闪来闪去 但是哦当我看回去原本家里面那个没有光的电视机 诶其实这个有光好像帮助还挺大的耶 原来有光我真的是可以增加我看电影的那个氛围感 给我feel得到诶我好像在那边 我觉得这个东西哦是要你们亲自去try了之后哦 你们才能够看出那个分别 我讲你们是不懂的 你们亲自去体验了就会发现可能是对的 well 如果这一台你觉得有点over你的budget 你afford不起的话不用紧 还有另外一款你是可以考虑的 就是这台哦 PUT-8516共有三个尺寸公选择 分别是50寸 55寸还有75寸 一样是一台4K电视机 这是HDR10 Plus Tobi Vision等技术 而且一样只是MB-Light CP值高 性能价格比较好入手 而且哦现在Philips有做Promotion 只要你买刚才我提到的任何一款有MB-Light的这个系列电视机的话 可以用很低的价钱买到这三个东西 分别有蓝牙音箱还有耳机 最贵的啦要将近原价是2000块的 但是你现在只要用699就可以买到了 哎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但是真正结束之前我还是想要问大家一下 你们通常买电视机的考量是什么勒 因为毕竟你懂新年又到了嘛 是时候upgrade一下家里面老牙老牙的电视机了啦 我自己的话其实我是看这五个点的啦 第一当然就是budget有多少咯 一分钱一分货 贵一点的不是好一点的哦 第二是多少寸 因为你要看家里面的是什么size 不然你买错了你放不下 又要退货 不然就很好笑 第三就是屏幕的quality 颜色准不准啊 够不够细腻啊 显示技术等等 第四个当然就少不了speaker的quality啦 不然你的画面美美哦 可是你的声音没有跟上哦 就很波动了的 第五应该就是看design咯 还有什么特别的功能啦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你们选电视到底是看什么东西的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